队阅战争 因此,人们对战争早已深通恶绝,然而,战争总是无法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以为会迎来永久的和平,可是直到监狱世界上还是有战争的发生,因此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升级了,也就变成了战争。 上个世纪的中国从无数的战争中走过,正是因为见识到了太多战争的惨剧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会和平的发展政策,希望中国以后能够远离战争。 然而还是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又接二连三的参与了几场战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迎来了最后一场战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对右自卫板激战。 今天小编给大家说一说,对越战争,我或撤兵回国时,采用爆破手段,当越南北不远去大伤。 对越自卫板激战,是中国最后一场大规模陆地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真正的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国立竞争日上,直到今天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 这一场战争可以说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时的越南远不是现在的越南能够相比的,当时的越南刚刚结束于美国的战争,并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并且美国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越军得到这些先进。 这武器装备以后军事实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越南急速膨胀的军事实力,也刺激了越南的野心,因此,放响成为亚洲区域的霸主。 加上,还得到了苏联的扶持,于是,越南走起了侵略扩张的路线,派出军队侵略,并占领了柬埔寨。 同时在中越边境不断的自在摩擦,残取我国领土的同时,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国多次警告越南政府,然后无用以后,果断派出军队,于是爆发了这场战争。 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迅速派出部队,奔赴越南战场参战,面对解放军的凶猛攻击越军根本毫无招教的能力。 最终解放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当时的中国认为,已经达到了战前的目的,于是彻定回国。 于是,我军撤退的时候,各个部队进行交替掩护,在撤退的同时,分别清脚周围的残敌。 并且在撤退的时候,我军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工兵为队武核心结合步兵组成爆破队,开始退入南北部进行大规模爆破。 这次爆破的主要目标,是各种公共基础设施,比如银房,交通设施,通讯设施,越军永久和半永久防御工事,军事机关办公楼等。 爆破队接到上级命令,以后,迅速对这些建筑采取爆破。 并且在爆破的过程中,发明出了许多闲适的爆破方法,提高了爆破效率的同时,还结证了大量的大药。 解放军爆破队,为了不让越军能够重复利用,于是对这些设施进行毁灭性的爆破。 经过爆破以后,的基础设施,根本就没有任何修复的价值,只能挖掉重新修剪。 就这样,我却在撤兵回国的时候,才用爆破手段,摧毁了越南北部的所有军事和工业授施,导致越南人气大伤,直到现在越南北部,还是和别的地方存在着差距。 想边想说,越南这完全就是偷鸡不成十八米,不但没有从中国身上占到便宜,反而整个国家的经济被打烂。 朋友们,你们看完这篇文章有什么想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